練習生要整形嗎? 如果你今天骨頭都削掉了 公司不太喜歡整形過的練習生 如果我拒絕了 就會被拋棄掉 安妞,明可里米達 今天的影片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前幾天在我的YouTube留言那邊有看到 有人提問說 練習生要整形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所以我今天要來介紹給大家 我親身見面過整形的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認為說 去韓國當練習生就是一定要整形 其實我覺得這個答案是 雖然你在電視上看到那些IDOL們 可能是稍微真的是有微整 但我覺得微整是還好 我所謂整形是那種大整 就整個臉都改變了 其實在韓國的演藝圈裡面 大整我認為其實已經是很久以前年代的事情了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韓國經紀公司不會要求你大整 頂多就是整鼻子啊 或者是稍微打針 美白針 或是什麼 針之類的 他們不會要求你怎麼大整 那其實我在之前就有遇到 兩家公司要求我去整形 那其實你們會問說 他是強迫你去整形的嗎? 其實他會以一個 建議的角度以及 吸引勞的方式去跟你說話 他首先會先問你說 你是否有整形過 你是否有做那一種 大型的整形手術過 為什麼要問這個呢? 其實我當初當下 也不了解說 為什麼要問這個 所以我後來就 思考了一下 我終於找到答案了 因為假如說你今天有去削骨啊之類 或是你鼻子有動什麼手術 可是你自己本身 還沒有進公司前你整完的樣子 並不是他所喜愛的樣子 那你想想 如果你今天骨頭都削掉了 你要如何再整形呢? 懂那個概念吧? 所以呢 基本上公司不太喜歡整形過的練習生 公司主要還是喜歡 就是你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動過的 這樣他才有辦法去想像之後 要怎麼去創造你 他會如何用建議跟洗腦的方式 去跟你說整形這件事情呢? 像我遇到的是 他跟我說 你是否有整過型 那我當然是說 沒有 對,我沒有整形過 雖然我常常被認為有整形過 但是我沒有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其實我建議你要去整幾個地方 在鏡頭上才是漂亮 才是完美的 零死角 對他們來講 這個就是他們的要求 那他跟我講要整哪裡呢? 就是這邊 我的顴骨非常的高 所以會導致這邊都沒有肉 然後他希望我去整我的臉型 這是第一間公司 第二間公司呢 他希望我去整我的鼻子以及顴骨位置 鼻子為什麼要整呢? 可能你們會覺得我鼻子現在這樣正面看似非常的立體 可是其實你們側面看 通常人家的鼻子是很正常的這樣寫下來 可是我的鼻子是正直 在他們的眼裡就是不完美 可能拍到側面的時候就是不好看 然後他就說 你的鼻子其實在當演員的時候是好看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當idol的話 你的鼻子是不好看的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可是我會怕痛 然後我家裡的人也希望我是保持這樣的臉出道 然後他就說 可以是可以啦 可是我建議你還是要整一下 因為假如說你之後出道後 你這個鼻子拿出來被討論 你能接受嗎?什麼之類的 然後也就是舉例說 我們現在練習生中 就是準備出道的也有整心過了 整鼻子啊什麼的 他就是會以這種洗腦方式去洗腦你 你們應該都會怕說如果我拒絕了 那我是不是就會被拋棄掉 其實我覺得被拋棄掉就被拋棄掉 公司不跟你簽就不要了 就不勉強 因為整型本身就不是你所想要的東西 所以也因為這種原因 我就沒有簽約然後也就是被拋棄掉了 但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這樣想他們失去了一顆寶石 鑽石 你就是那顆鑽石 你只要再繼續的去參加audition就可以了 不是每一間公司都那麼要求整型 你有實力誰會看你的外型啊 對吧 所以我覺得你們想要當練習生的 可以不用太care外表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 就算你長得醜 就算你長得胖 就算你長得矮 一樣是可以當練習生的 一樣是可以成為アイドle的 胖再減肥就好啦 是吧 只要你有那個毅力 那你長得醜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長得很醜你想要整型的話 OK那你就跟公司說啊 可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不想整型的人 欸我說這句話 不是說我長得漂亮什麼之類的 是單純就是怕痛 然後也不希望動到我的臉 希望保持原養出去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這種人的話 那你就直接拒絕公司就好了 公司也不會強迫你嘛 像我之前我也問過公司很白痴的問題 你會不會強迫我去整型 他就說 強迫你幹嘛 我總不可能把你打昏 然後再讓你送進音樂 然後在那邊整型吧 這樣他們也是犯法的啊 可是我覺得整型這種事情 他們不會去用強迫的方式去強迫你們 他們反而會是用洗腦跟建議的方式去建議你 好那今天關於練習生整型方面的問題 我就回答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上訂閱分享還有讚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